我最一是长得漂亮的 背后有很厉害的干爹 一种呢是长得难看的 背后有很厉害的亲爹 由此可见 爸爸这个角色多么重要啊 所以不要总不理解 为什么人家年纪轻轻就能开好车呀 因为人家爸爸在玩命的时候 你爸爸在玩牌 我爸更厉害 我爸是一直玩命的玩牌 我是真看不上那些爱吹牛的人 上来就啊我谦卑不醉 我坐怀不乱 我以德服人 我这淡薄名利 拉倒吧 喝酒不醉 那是你喝得少 见色不迷你是摸不着 以德服人你是打不过 但不明白你是实在没有招 现在的父母有三大神逻辑 第一我没出息 所以我孩子必须得出人头地 第二我孩子很优秀 你看看我多会生 第三我孩子不咋的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 在东北如何能迅速混个好人缘呢 记住多说这几句话 哥还是你牛 哎呀那谁能有你朋友多呀 咱哥俩谁跟谁 就讲究的还是你 哥你这也不是怕嫂子 哥你就是不跟他一般见识 记住只要用好这几句话 走遍东北全是朋友 成年人总共成长三次 第一次成长呢是发现钱不好挣 第二次成长是发现钱真的不好挣 第三次成长是发现 别人的钱怎么那么好挣 我特别想知道现在80后90后的家庭状态 是不是都跟我家一样 我家是我爸抽烟喝酒烫头打麻将 我妈吃饭逛街跳舞唱歌地位 我睡觉外卖养生不生气 前两天我问我男朋友 我说如果你有1000块钱 我跟你借200 你前女友跟你借400 那么你还剩多少钱呢 他考虑考虑说我还剩20块钱 我会把980块钱都给你 20块钱给自己买个搓衣板 跪着反思 为什么和前女友还有联系 我的妈呀 这个答案标准的我竟然都无言以对了 哎呀我给男人们分享一个冷知识吧 就是怎么知道你老婆是不是真的生气了要走呢 打比方你跟你老婆吵架 你老婆收拾衣服 那不是真的要走 但是她要是收拾充电器 那就是非走不可了 你又要求女人什么都好 然后又什么都接受你的不好 怎么可能嘛 这个世界上不嫌弃你丑 不嫌弃你穷的 怎么样都喜欢你的 你穿着拖鞋拉里拉塌也爱你的 你胖了为你高兴 你瘦了心疼你的 只有一个女人 不是你吗 我发现当代年轻人喜欢的一些玩意 都有共同几个特点 要么死归 要么容易长胖 要么不回你信息 人生三大悲剧 看看你有没有 食的没法做情侣 饿的不到吃什么 困的就是睡不着 而说到睡不着 无非就三个原因 手里有部手机 心里住个傻 肚里有个咕咕鸡 如果你看上一个姑娘 但是不知道她有什么缺点 想深度的了解一下 我教你一个方法特别简单 找她闺蜜聊天 使劲夸你看上这个姑娘多完美 然后你就会从她闺蜜嘴里 听到这个姑娘的一百个缺点 真的 每个女人 这辈子总会有一个 很好的同性好友 她是你年轻时的闺蜜 结婚时的伴娘 你孩子的干妈 你老公的女朋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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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ah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